一年一度的八杀慈善版业,显然成了网友们的看点,也成为业界所关注的焦点。 各路明星和时尚大咖们都会聚一堂,这一次他们不是商业演出,而是为了做慈善。 慈善不分多少,只在用心,凡是用心做慈善的明星,都是值得被大家尊重的。 这些明星当中平均年龄最小的就是TF Sports组合了吧,千禧也应该是年龄最小的嘉宾。 仅仅17岁,慈善晚夜,虽然是搞慈善的,但也少不了晚夜两个字。 所有的明星走完红台之后落座,然后看一场精彩的演出,就像是一场盛大的party,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盛大的场景。 八三晚宴上的所有嘉宾都是明星,这里是半个娱乐圈的聚集,所以大家都决定很新鲜。 晚宴的桌子上有很多的吃的和饮料,很多人都好奇这些明星们,是真的会吃桌子上面的东西吗? 桌子上有东西是真的,明星们要坐在这里也是真的,但是他们吃不吃那就不一定了。 很多女明星为了自己的妆容应该不会去吃,吃的话也是吃一点点简单的,男明星有的也会吃一点。 但是这个问题,这应该回答,她的人是王源。 八沙慈善夜明星是否吃东西成了疑惑? 粉丝纷纷喊话王源,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喊话王源呢? 是因为在16年的时候,TS Sports三个人第一次参加八沙慈善晚宴,三个小男孩都是比较天真单纯的,所以在这个晚宴上所有人都把他们当小孩。 在那一晚王源也是吃出了一条热搜,在三小只落座之后,好多大人都是一丝一下,偶尔动一下筷子。 但是王源却是一股清流,他还笑饿了好久,从一坐下就开始吃个不停,他吃了糕点还喝了饮料,在中间有环节需要鼓掌的时候,他就放下筷子鼓掌示意。 王源身边坐着的是千玺,然后是小卡,但是比王源一直在吃,天性看着他吃,简直太可爱了。 王源一直都是吃货属性,有吃的你可以不让他坐着,但一定得让他吃,即使在录制节目的时候王源也是毫不客气,还记得18年春晚的时候,在接受采访时王源面前有糖果,趁别人不注意,赶紧往嘴里塞一块,然后主持人突然Q到他了,鼓着嘴巴说话,都说爱吃的人都很善良。 没有什么坏心思,就算给他说,王源尝点心吧,王源都能板骨头来问你点心,哪有点心,只要能吃东西一切就OK,以后王源小朋友也要这样能吃饿,一直这样可可爱爱。 主持人都能不清裁战牛ני酒店 敬发